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组第一和第二晋级16强 沙特名列第三 而埃及未能取得一胜 小组垫底 要说A组中最大牌的球星 当属有着埃及法老之称的萨拉赫 本赛季在欧洲赛场上大杀四方的萨拉赫 不仅让人们对于埃及的世界杯之旅充满希望 但是与愿违 埃及不仅小组赛就打到回服 更是一场胜利没有获得 最后一场对阵沙特的比赛 下半场捕食阶段萨勒姆的破门绝杀 撕掉了埃及人最后一块遮羞布 俄罗斯 给埃及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但是萨拉赫依然可以昂首离开这块绿音场 萨拉赫本赛季在欧洲赛场上总共打进了43例进球 可谓大杀四方 但是欧冠决赛上北拉莫斯所见 给埃及的世界杯之旅 蒙上了一层阴影 小组赛第一场对阵乌拉圭 虽然主教练赛前宣称萨拉赫已经痊愈 但是保险起见还是将萨拉赫放在了替补席上 本来已经0比0的平局已经让埃及人欣然接受 没想到西门尼斯最后是克的头球 给了埃及人当头一棒 第二场面对东道主俄罗斯 萨拉赫虽然首发出场 无奈对手士气如虹 一顿操作还是败下阵来 最后一场面对沙特的荣誉之战 萨拉赫为埃及首开记录 无奈再次遭到队 首绝杀 2018年的俄罗斯 对于萨拉赫来说充满了苦涩 先是受伤世界杯前途未卜 再是缺席首战 而球队惨遭绝杀 紧接着林薇受命 但无力回天 最后是谢沐演出 又遭绝杀 于他个人而言 在他的首次世界杯之行 便打进了两球 连场进球能带来一丝丝的安慰 但是 他的个人荣誉 总归是要和球队整体建立在一起 三场失利 两场被绝杀 提前出局 这些词演都将成为埃及队本届世界杯的标签 这是萨拉赫参加的第一届世界杯 但在此前 埃及球迷等待了整整28年 下一届世界杯能否卷土重来 由类可知 今年26岁的萨拉赫也等不了太多的四年 两粒苦涩的进球 并不能成为他在痛苦中的蜜糖 也成为不了他肩部受伤的良药 2018年的俄罗斯向萨拉赫道了一声再见 但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 若不是欧冠决赛的那次受伤 古时的结局会有所不同吗